我们先来看一个高大上的SkypeSkype的这个例子 我们还是同样的这个结构啊 商业模式画布的这个结构 我们从右边这块开始 第一个啊 用户细分 我们看看Skype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了解这个产品啊 了解这个产品 它就是一个网络可以打电话的一个产品 通过互联网啊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我们看他的这个目标用户有什么呢 啊 全世界的全球的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呼叫的这种用户啊 不算是Skype的这个目标用户的是什么啊 通过手机啊 通过传统方式打电话的这部分 人不是他的目标用户 所以他已经把他的目标用户圈起来了 这是第一块很重要的啊 第二块 那些 愿意通过更便宜的这种手段的方式进行国际通话的这些公司 这些公司 这也是他的目标用户 第三种目标用户啊 是他的这个硬件制造商 硬件制造商啊 比如说耳机啊 耳麦的这种制造商 也是他的这个目标用户 有了他这个目标用户 我们来看看Skype的这个价值主张啊 可以通过他的这个产品 互联网产品进行文件和信息的发送 这个是他的产品体系啊 这么多 这个是他的核心产品 Skype Connect 就是打电话的这部分 Skype to go 一动端的 他可以做什么 电话会议 然后把他的这部分软件和应用预装到硬件供应商 硬件供应商啊 形成这个Skype固定的这部分硬件产品 啊 这个video conference 这个就是电话会议啊 对这部分 刚才说的这个 公司之间开电话会议 进行这部分的目标用户人群的价值主张 啊 这个是硬件的 是对应在这部分 硬件供应商的 啊 可以看到他的这个产品价值主张是有很有针对性啊 这部分是对这部分用户 啊 conference call 还有一部分硬件供应商 那Skype的这部分产品怎么能让到让这部分目标用户感知 获知 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呢 一个Skype自己的网站 以及Skype的应用 还有他的一些产品啊 这是他的具体的产品 还有这个 硬件 这个是打通的 这是他的渠道啊 通过电脑去访问他的网址 安装他的这个应用 那Skype又是怎么维护他的这部分客户关系用户关系的呢 可以付费啊 付费 买他的这个应用 买他的这个服务 还有会员 啊 会员服务 还有他不断的升级他的这部分软件和应用啊 提供免费的下载 以及个性化的服务啊 就是面向不同的用户群体 目标用户群 他可能会提供专业的这种可服服务 这是他来用来维护他的用户关系的这部分 基于此啊 Skype的收入来源包括三个部分啊 一个就是付费的这部分 付费的这部分 以及会员 会员服务的这个费用啊 他的基础服务是免费的啊 当然这个是我们前面也反复说到了啊 就是免费背后必然会有收费的地方啊 免费背后必然会有收费的地方 还有就是他的这个硬件 售卖的费用 这是Skype这部分啊 对外的用户这头的 我们再来看看Skype内部他是怎么做的啊 Skype的核心资源 开发工程师 有人 而且是专业技能的人才啊 Developers 开发人员 还有他的这个Software 软件服务 这是他的技术门槛啊 这是他的技术门槛 以及Skype的品牌 品牌为什么也是核心资源呢 对于很多公司 很多产品来说 如果你的这个品牌做起来了啊 就是用户对于这个品牌的认可度很高啊 品牌的认知度也很高 那你就可能像滚雪球一样不断的可以去引入更多的用户来啊 口碑相传啊 口口相传 品牌很重要的一块 这个也可以当纳作产品经理考虑的 比如说我在一个啊 大大一点的公司啊 互联网公司 我做的产品就会有很大的可能去借用我这个主品牌的效果啊 成为我的这个核心资源 那我做做一款新的产品 我去投入到市场中啊 口碑肯定会比其他的一些不知名的公司做的产品要更有力啊 要更有力 当然其实说本说到根本还是说我们的这个核心的价值主张能够更好的满足用户需求 这个才是根本啊 口碑只是或者是品牌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啊 它可以作为核心资源 但它不是全部 它不是全部 产品本身所能创造的价值 还是基于满足我们的目标用户的需求 这一条主线的啊 然后我们再看看 关键业务有哪些啊 那我们的这个核心资源有开发工程师 那他必然需要做这部分关键业务啊 软件开发 软件开发 还有一块很重要是什么 客户服务啊 尤其是投诉啊 售后服务这块很重要 尤其是这种工具型的产品 互联网产品啊 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电商 电商产品里面退换货非常的频繁 所以牵扯的利益纠纷也会非常的频繁啊 所以天猫或者是淘宝 他的这个售后服务啊 作为平台 他会有大量的这种客户人员存在 这是他们的关键业务啊 关键业务 我们再来看 合作伙伴这一块 合作伙伴这一块啊 Skype和微软 有很强的关联啊 有很强的联系 还有就是电信公司啊 因为他其实和电信公司会有存在这个竞争关系啊 他把传统的这种用电话的形式的用户 提出在外了 他更多的是做这种互联网打电话的这种方式 所以他和这个传统的互联网啊 这个电信公司会有竞争关系 和这个硬件供应商那肯定是合作关系了啊 因为他需要把Skype自己开发的软件或者应用 内置在硬件供应商的这个产品里 所以他们是合作关系 还有就是这个支付的平台啊 他们可能是一个上下游的合作关系 Skype自己是没有做这个支付这部分工作的 对吧 不算不在他的这个核心业务里面 不在他的关键业务里面 所以他需要去找更多的合作伙伴 帮助他去完成整个这个商业模式 这块资源合作关系啊 关键业务这些都讲了 我们就看一下他会产生哪些成本啊 人的成本 人力成本 对吧 软件开发 需要成本 市场 我要打市场 推广 借助我的品牌也好 或者是找一些渠道去推广我的产品 那必然会有市场活动的这个费用 客服 这是很大一头的 费用 对 这些都是有对应关系的啊 就是作为产品经理 你去想 一个商业模式 或者想思考你的这个产品的布局的时候 每一个因素 他都是有联系的 不是说他只是一个单一的元素存在在某一个单元格里啊 他就完事了 其实他们之间会有很强的相互依赖关系的 还有啊 合作伙伴的这个佣金 合作费用 对吧 电信的成本 电信的成本 整个这个图 是不是很清楚啊 能够很清楚的去 从宏观也好 细节也好啊 都能够看到 Skype整个这个产品的商业模式是什么样的啊 涉及到哪些方面合作的人啊 哪些是运营的手段啊 目标用户又是谁 怎么获利的 怎么收入啊 非常清楚 是吧 其实作为产品经理 如果能够把整个这个产品的布局做的比较完善啊 一方面其实可以很好的去推荐这个产品使得这个产品去协调资源啊去做一些工作非常的顺利 另一方面为产品后后面的这个不断的发展不断的优化也能够打好很好的基础啊 好我们下面再看一个例子啊 好